賴維穎好 部長你好 部長我從媒體上看到 你有揚言說 目前我們國家的財政 是全世界最好的財政 對 以相關的指標來看 因為好不好他有指標嘛 不是我隨便講的 所以你還是 你還是堅持說我國家的財政是最好的 也不是我說堅持的問題 因為數字會說話 至少以我的立場來看 我在我的職責範圍之內 我把財政顧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請主記長好嗎 市主記長 媒體也同一段時間吧 也報導你有行文給各單位 就是說不要再亂開支票嘛 因為國家財政的困難嘛 是不是 那為什麼你們這個 一個負責財政一個負責主記 結果對我國財政的看法 卻是藍原北側啊 不會啦就是說 部長講說在釋法 現在都是我們預算所編的 都是合法的符合預算法 公共債務法等的規定 那財政當然是困難 但是呢 所編的還是穩健的還是符合相關的法規 我沒有說你違法喔 但是下一步就不知道囉 我們講財政困難當然是指未來 恐怕會沒有辦法支應嘛 所以包括吳敦義吳院長也是這樣講啊 對所以我們 已經在亂開支票了嘛 對不對 主要是考量到現行的這個困窘嘛 財政是困窘 並沒有說現行有違法這個問題啊 所以部長你們兩個齁 真的很令人意外 理論上齁財政部長啊 是要摳緊這個錢的 沒有錯沒有錯 主記長要支出 財政部長是不肯的 但是就你們兩個人剛好現在顛倒了 花錢的人說沒錢 啊 收錢 扣錢的人 關錢的人說錢 我們這次錢很好 欸 兩個不同層次嘛 兩個不同層次啊 所以說喔 立法院啦 封你是史上最敗家的財政部長 真的是沒有理 這個我沒辦法解釋 事實不是這樣子啊 你今天如果說目前的財政狀況是 是全世界最好的話啦齁 就根據你的指標好了啦齁 那你們執政之後 馬英九上台之後 總共借多少錢啊 舉債多少錢 公務預算的部分 98年1651 我說從 這我一個一個報告 你講一個總數就好了 另外還有一個特別預算的 大概3000多億 總共4600多億 4600多億 加起來兩年 過大內需不用 沒有講嗎 通通在裡面啊 過大內需 還有消費券 那個都還沒 有一部分還沒有借的部分啊 那你想想看 如果現在的財政狀況是 全世界最好的 那你要跟民進黨 跟陳水扁總統道歉啊 你們以前都批判人家財政狀況很糟啊 你們上任之後 多舉債了幾千億耶 結果你還認為說 母權財政是全世界最好 那以前怎麼辦 那以前更好啦 那你會有什麼資格去批判以前的政府啊 好是要看那個當年的次制數嘛 我們98年的次制數2000億左右 91年92年93年 2000億3000億啊 你這個齁都是 坦白講都亂說一通啊 我跟你講部長 站在你的這個崗位上啊 你那樣的發言是適當的 坦白講 那樣的發言 如果說主記長要用錢講這樣的話 我想還情有可原 你當財政部長 你管國家財政的收入 明明知道國家財政是困窘 你反而說是 是講說全世界是最好的 這個是不應該的 接下去我要請教你 這次的財政收支花文華 那個健保會 未來的健保會 通通都有中央政府來支出嘛 是不是 目前的制度是這樣做調整 因為現在的制度是中央補助款給地方 然後地方再繳健保會回來 一來一去增加麻煩 增加困擾嘛 那乾脆中央統一負擔 那他的統籌款或是不可能就少一點 以前的健保會有補助台北市政府嗎 都算在統籌款裡面 沒有 我說以前 以前有算嗎 以前就是說以前在營業稅 在地方稅他都算進去啦 都算進去 都涉算進去嘛 那你們這次中央統籌來給的話 有沒有涵蓋過去 塑及既往 包括過去台北市政府欠的那些 以前的舊欠的部分 我想願你做指示 他部分分年要還回來嘛 但是你們不會給他補助嘛 那個部分基本上我是支出面的問題 牽涉他後續衛生署相關的業務的問題 你們 所以你 所以你這個話很韓服喔 引起人家的疑鬥 所以表示說你們這個可能未來中央政府會去解決 馬英九當市長所欠的這個健保會的問題喔 這裡有一個關鍵就是大法官的解釋 對於如果去分攤這個健保費啊 算法去協議 協議什麼東西 大法官的會議解釋難道還不夠清楚嗎 台北市政府就要繳錢啊 欠債還錢天經比喻啊 所以這個很重要就是相關的那個在籍的人數要去協商啊 去算那個比率嘛 所以那個比率算清楚當然就很好在這個造成數字去算嘛 所以你這個很不應該 我想齁 你們大膽就去做吧 不會啦 我相信這個社會是有公平啦 你們現在差不多是為所欲為啦 因為理法院你們也多數嘛 那不可能的啊 你們差不多是為所欲為 你們要講什麼話做什麼事現在幾乎看起來都差不多隨便你們了 連台北市馬英九所欠的健保會 你貴委一國的這個財政部長還可以在這裡 講的那麼樣的官免堂皇 還要幫這個馬英九還提憲法 提那個大法官的事件 事實是這樣子嘛 我們非常清楚他的來龍去脈啊 我們可以斷一斷的看嘛 剛剛這個你剛剛這段話真的是不敢恭維 就剛剛你這個 講我國目前財政狀況是全世界最好 一樣令人不敢恭維啊 那你如果說健保會要中央出的話 那你為什麼龍保的這個錢 為什麼不中央一起出了呢 因為基本上每個保險制度的結構是不一樣的 裡面那個分擔的比率也是不一樣嘛 因為馬英九沒有欠龍保會啦 本來他就沒有那個問題嘛 今天如果馬英九欠龍保會就這樣解決了 他問題當時不會有這個問題就是沒有問題 所以不需要做處理啊 那現在為什麼健保會出問題 我跟你講這個很不公平你知道嗎 這個今天為什麼之所以齁 社會有要求要調整財政收拾法文法的這個必要 原因就是因為 眾都市嘛 清鄉鎮嘛 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啊 然後呢 南北 南北這個差距失衡嘛 數字會說話 像高雄市反倒增加了143億啊 增加了62%呀 台北市只有增加3.69% 絕對值呢 絕對值台北市增加21億啊 我說絕對值喔 你中央政府不要用相對值來講 我說overall你們對台北市的這個 的這個補助多少 台北市的他沒有補助 目前沒有補助他只有統籌款比較多一點 多少啊 對我是說啊 所以目前他的統籌款 目前台北市的統籌款是384億啊 對 他現在有因為這次因為上次就是準值瑕疵的問題 所以有一點點一般補助性的問題 不管怎麼講 他的總數比現在只有增加21億啊 但是我要問你不是的 我要問你 因為你剛剛回答 是 部長 是 你剛剛拿高雄市政府的狀況來跟我講嘛 所以我問你絕對值嘛 絕對值好啊 你們政府的這個統籌分配款 分給這個台北市政府的 跟高雄市政府的分別是多少 因為人數不一樣 拿絕對值就沒有意義啦 所以啊 所以你們還是 要有很多的比較啊 像你說台南縣市合併之後 也同樣是一個五都啦 對對對 可是你們今天並不是根據過去以往的哦 就是說啊 直轄市分的比較多 像台南是成立直轄市之後 他就增加了84億嘛 啊84億他是用 你是用所有的都一律律用人口射算哦 沒有他有很多其他條件啊 統籌款一些 我意思說你並不是說像過去的這種觀念嘛 直轄市跟一般的縣市不一樣嘛 你們現在都統統統統統都是一樣嘛 但是後面還有一些調整的機制嘛 我想你這一次的這個財政收支發瘋法哦 沒有達到過去社會的這個要求 就是說能至少能夠平衡南北差距 可以平衡這個城鄉的這個差距 每個縣市都會增加一點 我覺得這個通通都沒有做到啊 至少因為不可能一步到位嘛 你看光這個榮寶來講的話 榮寶來講的話 未來台南縣市政府要分配多少你知道嗎 要去支援多少你知道嗎 光這個榮寶 哦 榮寶的話 我們要負擔二十幾億元耶 我們要負擔二十幾億元耶 這裡還有一個關鍵 剛剛說講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榮寶 我們要負擔二十三億元耶 你台北市政府才負擔這個五千多萬而已耶 因為我們這邊農民少嘛 所以我是說你既然 你既然要解決這個這個健保的問題 榮寶你應該要一起解決啊 因為健保發生問題是台北市很多不在即的通通給台北市啊 台北市欠錢啦 台北市欠錢 完全是兩回事情嘛 你們這個東西齁 事實要把它講清楚 就是說你原來應該要達到的功能沒有達到 其實你們最大的目的就解決台北市政府 馬英九要欠款而已啊 你要什麼 說穿的就是這個樣子而已嘛 那講那樣子我更簡單 我給他補助款就好 我不要修財化法啦 對不對 你們有這樣做啊 你們這一次的這個就是這樣做的啊 你們九十八九十九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就這樣做啊 立法院不同意啊 立法院不同意啊 社會也認為可以啊 哪你說馬英九當台北市政府當市長欠錢不還 當總統之後用人民的稅金來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沒有道理啊 中央修法解決台北市一年少兩百億啊 新北市增加多少 新北市 這次是不是增加最多的比率 因為它相對面積人口的問題嘛 新北市增加兩百六十億啊 所有的錢都是集中在台北市跟新北市嘛 不是這樣子來 怎麼會不是這樣子來賺 因為它功能不一樣 它資格式的業務多二十六種業務啊 我跟你講啊 你今天你們一方面說要去解決這個住宅的問題 一方面拼命把資源往北部來紮 對不對 你這等於是 岩目求雨 你要解決這個什麼住宅的問題 老百姓買不起房子的問題 你根本怎麼會不同 今天我跟你講 你如果把 你如果把這個 移度到台中的話 中部辦公室這個 中心新村的話 或移度到南部的話 住宅的問題就解決了啦 這表示什麼 表示說你們資源 一直都是中北清南 連這個財政收支房屋啊 看起來都是如此 我跟你講 事實不是這樣子 我們大家看數字來做解決 所有的根據你們的條文 怎麼會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是你嘴巴說的 我跟你講齁 我們要去解決 農業縣發展困難的問題啊 有嗎 很多層次不是只有財法一件事情啊 我再問你齁 我再問你 那未來的話 好比說台南縣市的省立的這個醫院 過去鼠立的醫院 跟這個省立的這些高中職 未來這個預算是 台南縣市政府要自己編列嗎 基本上講起來 回到直轄市 依據直轄市相關的規定 以目前來講 直轄市要負責高中嘛 那現在是國立啊 將來怎麼移轉 他當然牽涉到財政收支的問題嘛 所以才做統一的規範啊 那你有沒有去算過 台南縣市政府齁 你們增加是增加84億嘛 然後他要多支出多少錢 所以這個後續要去做這個處理 因為這個過渡期間 台南縣市齁 光高中只就二十幾間了 對啊 二十三間了 沒有錯 如果加上 鼠立 鼠立台南醫院 鼠立新營醫院 鼠立這個北門醫院 我跟你講加上去 你84億啊 不要說不夠了 如果夠的話 也所剩無幾 所以一定是全責相當的嘛 蛤 那這樣的話 你怎麼怎麼有辦法說是因為台南 蛤 有 台南縣市升格有分到什麼樣好的利益 沒有啊 每都都是一樣的做法 不是 我是說你要去考量啊 你不能夠再講說 沒有錯沒有錯 新北市 那個台南市 大台南地區 多了84億 你沒有去算說 我們多增加了這個項目啊 新北市 你們給了他兩百多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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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給了他一百多億啊 你們給了他一百多億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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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已經有講 每個所有都這樣 所有都這樣 好不好 我們 這個 這個 好 這個賴委員 我跟你報告 剛才從 早上第一位開始 到現在 我們都是這樣 以前 之前已經有 有向所有的委員 做報告過 不是 因為 為了掌控時間 所以 請 抱歉 所以 所以 請賴委員 可以見諒 好不好 因為 我們所有的 所有的委員 從第一位開始 到現在 都這樣 我想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沒有 虧待 任何一位 好不好 因為 在開始的時候 我有 再 徵詢 我有向所有的委員報告 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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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這個 這個賴委員是不是 這個 好 我們我們請賴委員再提出書面質詢好不好 好 我們謝謝 好 我們謝謝賴委員 好 我們謝謝李部長 希望說不要說今天好不容易 好 謝謝我們賴委員 好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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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委員